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着下来进入今天的讨论 我们目前讨论的主题是我们面对的仇敌 在这个专题底下我们已经看过了邪术的本质 以及人们与邪术联系的方式 邪术这种事不是只出现在异教的文化当中的 那相反呢 它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当中是十分活跃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参与邪术对我们造成的危险 并且如何加以防范 为了要认识邪术 我们已经开始看它的运作的方式了 那首先呢 加勒太书的第五章 将邪术列为肉体的作为 我们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这方面的肉体的作为 它们分别是支配 威胁 控制 当你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当知道它的来源不是出自神 而是出自撒旦的 这些控制人的手段深入社会上的每一个领域里头 从家庭一直渗透到政治领域里头 人对权力 控制力和知识的欲望 大大的被撒旦利用来控制这个世界 撒旦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得到世人的敬拜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邪术的本质 这个题目 看看邪术的第二方面了 那就是属灵的势力 当我们说邪术是一种属灵的势力的时候 我们所指的那就是它的超自然性 是超过人的能力的 我们必须要懂得 并不是所有的超自然的能力 都是来自神的 许多也会是来自撒旦的 人所能够支取的超自然的力量的来源 只有两个 那就是神或者是撒旦 任何不是来自神的超自然的力量 都是从撒旦来的 那上次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神的国是光明的国 撒旦的国是黑暗的国 通常在神国当中的人 很清楚自己在神国当中的地位的 撒旦的国是黑暗的国 你不知道什么在支配你 什么在控制你 什么在驱使你 邪术的目标就是为了要达到他的权力 他是借着咒诅来操纵的 借着咒诅来操纵的 邪术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咒诅 这其实自古就有的 在《明书记》的第二十二章 记载了一个名叫巴兰的巫师 我们很难将这个巴兰分类 因为他的超自然的能力有两个来源 有时候是来自神 有时候是来自撒旦 那今天有许多这样的人 是我们最难对付的 因为有些时候他们是对的 但有时候他们又完全错了 如果一个人只对神敞开自己 他就总是对的 如果一个人只是向撒旦开放了自己的话 那么他就总是错的了 但是最难对付的人呢 是那些有时候向神开放 有时候就向撒旦开放 那这种人是最难对付的 教会当中啊 也实在有这种人的出现的 我们要提高警觉了 并且运用我们的权柄 勇气和检查力去面对他们 好我们来看一看 摩亚王巴勒对巫师巴兰所说的话 在民书记的二十二章十到十一节 那是巴兰向神解释巴勒给他的建议 经文这么说 巴兰回答说 是摩亚王西巴的儿子巴勒打发人 到我这里来 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 你来为我咒诅他们 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 把他们赶出去 那你注意了啊 这里的从埃及出来的民 指的就是以色列人 咒诅人是圣经时代文化所容许的 通常两个君王交战 也就是两王交战 他们双方不但在战场上斗争 而且在属灵的层面上啊 也开战的 他们会找来本国的巫师 为他们咒诅敌对国 在公元前十九世纪的时候 埃及的法老就有一连串的咒语 针对敌对的六十六个国家的 发咒语的目的 那就是要使那些受了咒诅的人民 在战争当中败亡 当格利亚迎战大卫的时候 他以他的神的名咒诅以色列民 这不是粗言的表现呢 而是他真正的在断言 他就说我的神会对付你的神 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呢 古代的战争不单是国与国的斗争啊 而且是国与国所信的神之间的能力的测试 那比方说了 当神对付埃及将以色列人领出来的时候 在诗篇八十一篇十四节那说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你看呢 谁要审判他的仇敌 不但针对自然界的统治者 而且是也针对了属灵的统治者 因此巴兰是受雇来咒诅人的 因为这是他的职业了 直到今天 咒语仍然是存在的 而且也是有他的力量的 很多人不远千里去找巫师来为他们写咒语 因为他们知道啊 他们自己的咒语是没有能力的 所以巫师的作用就是写出特别的咒诅 叫敌对那方面要垮台 你不要以为这只是开玩笑啊 而要信他是有能力的 是有功效的 如果没有真实的用处的话 人们就不会花上几千年 以某种方式做事咯 邪术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占卜 那俗称为算命 这是邪术的知识方面的 他的目的不是能力 而是知识了 正是这种求知识的欲望 导致了人类开始犯罪的 《使徒行传》的十六章 就讲到一个占卜的人 那这是一个妇女 事例是很明显的 它是保罗和希腊 头一次传福音到 菲利比的时候所遇到的 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 十六节经文说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她被污鬼所赋 用法术叫她主人大得财力 你注意了 这个使女被污鬼所赋 原文的意思是指被邪术的灵所赋 被邪术的灵所赋 或者是被蛇的灵所赋 蛇在外邦人的社会当中 是特别的知识和智慧的来源 我所要指出的就是 这个使女所说的完全属实啊 如果靠自然的途径 她是不会知道的 她是借着超自然的方式知道的 那虽然她本身只是一个使女 但是却靠着占卜的方法 替她主人赚了大钱 可是由于她是奴仆啊 所以得到的钱不属于她了 而全部归她的主人所有 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七节经文说 他跟随保罗和我们 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你看啊 这些话是何等的真实啊 单听这么一句话 可能啊 这个女子会是 腓立比教会的第一位信徒 因为她是第一个认识 保罗和希腊的 可是保罗知道 这并不是出自圣灵 而是出自占卜的灵 或者说算命的灵 最后保罗转过身来 奉耶稣的名 吩咐那鬼出来 结果鬼出来了 那使徒也就失去了 超自然的能力了 这就令她的主人啊 非常的生气啊 因为她失去了 替主人赚大钱 这个能力了 于是 他们就揪住保罗和希腊 送她到官府去 保罗希腊被打了之后 下到监狱里头 后来神拆派了天使 将他们救出来 贼雷比整个城市啊 都因为这么一个使女 得到了释放 脱离占卜的灵 而轰动起来了 保罗不但对付了撒旦 在地上的国 甚至也对付了撒旦 在天上的国 因为他们反对教会的诡计 遭到了挫败了 保罗所到的地方 每次都有骚扰啊 这也不是偶然的 格林多后书更说啊 撒旦的使者攻击保罗 他们激发人心 在保罗所到之地 激起人们骚乱反对保罗 如果你们教会经历敌对和骚乱的事情 那么你就应该要欢喜了 因为撒旦担心 才会发起向你们教会进攻的 如果我们没有遇到敌对 也许是我们对撒旦没有引起什么压力 他们感觉到我们不存在 邪书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观照 观是观看的观 照是照头的照 观照 它的作用是在于使用一些小的物件 那说是可以给人带来好运气 有人借着观照 使另外一个人爱上自己 有时候啊 也是很奏效的 这是因为所引用的是撒旦的能力啊 观照也会借用音乐来操作的 撒旦对音乐是很懂行的 也知道利用音乐的能力的 现代音乐很多都是邪术 年轻人呢连续听这样的音乐 一个小时之后啊 就会跟现实完全好像诗卷联系一样呢 另外一些我们常见的邪术手段呢 就是毒品 与此相连的还有性滥交 暴力行为等等 虽然这些是社会问题了 但是背后其实是有撒旦操纵的 管辖的 我们必须为这些事情的根源祷告 这样才会有效的 当撒旦的方法被暴露出来的时候 也就很容易被击倒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详细的看邪术问题的缘故 好久我们能够认识它的本质 好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看邪术的第三个领域了 那就是邪术在教会内的活动 这是很多信徒没有留意到的 加勒太书第三章第一节 头一句和末后一句 就说 无知的加勒太人啊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这些基督徒已经认识主耶稣了 得蒙救赎 接受了圣灵 并且亲眼见过神迹的 可是保罗说 他们受了迷惑 保罗用的迷惑这个词 原来希腊文所说的就是邪术这个词啊 在现代希腊文当中 仍然有这个词存在的 意思就是 邪恶的眼睛 保罗在加勒太书三章第一节当中 对加勒太信徒说 无知的加勒太人啊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保罗怎么知道有邪术迷惑了他们的呢 他有什么证据呢 那这点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邪术使他们不能看清楚 耶稣基督被定十字架的启示 那就是隐藏耶稣基督 被定的事实了 我们看加勒太书三章第二节的描写 经文说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你们受了圣灵 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呢 那留意了 加勒太人是已经领受了圣灵的 保罗就问 你们是怎样得着圣灵的 是因守摩西的律法呢 还是因为听信了福音的呢 加勒太书三章三节就说了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你看呢 保罗这份话值得我们留意了 我们既然靠圣灵入了门 就不能靠肉身去成全了 加勒太书三章四到五节那说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突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 那赐给你们圣灵 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注意了 那根本的问题就是 耶稣被定这个事实 被潜入的撒旦邪恶的力量 所遮掩了 导致了这个结果 有两个原因的 那就是我们肉身本性和律法主义 他们又回头去 以自身的行为 去遵信神的旨意 取悦于神 他们企图以遵守一切律力 去取得神的义 却迷失了基督受死的目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 在加勒太书的三章 十节当中列出来的 经文说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着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 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 也就是说了 如果他们回到以守律法 去得到意义的旧路上的时候 他们就必须要守全律法 而且是一生一世的遵守 否则的话 就是在咒诅之下了 因为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啊 头一样他们所做的事 那就是启示 他们一生都守全律法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们必受了咒诅的 因此偶然遵守一部分律法 是不足够的 也不能叫人得到神的义的 人如果要靠守律法称义 就必须常常守全律法 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 这完全是撒旦的骗局 要显露人的骄傲 保罗说 如果亚伯拉罕 靠行律法称义 他有些可夸之处 然而亚伯拉罕 在神面前 是因信而称义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想有一些可夸口的东西 都想比别人好 如果我们有一套规条 努力去遵循 我们就会说服自己 去行使这些规条 我们做对了 也就是说 人对神要求意义的 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会守法 但是基督徒不是一套规条 一旦我们小看了它 我们就会忘记了 基督的十字架了 就失去了神的能力 好 让我再次的重复一下 十字架的重要 以及耶稣基督的角色 今天的教会有两个极大的需要 首先要重新的确定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重要 当将它放回到中心的位置上来 因为这是使基督教 完全有别于其他宗教的地方 任何别的宗教都不是这样的 因此如果我们以别的东西取代了十字架和它的独一性的话 我们就是回到遵守教条的旧路上去了 教条只能够告诉你什么是错 但不能给你力量去做对的事 唯有十字架才是我们得力的来源 教会的另外一个需要 也和上面那个有关的 那就是必须把守卫交换给耶稣基督 因为神使基督为教会万有之首 可是教会往往不承认耶稣为首这个事实 要知道 头是做决策的 并且指挥身体各部门活动的 可是教会有没有真的让耶稣借着圣灵做主呢 有多少家伙真正的邀请耶稣做决定 那就更谈不上听他要说的话了 问题是什么呢 是谁在努力拦阻呢 对了 就是撒旦 我给你一个诊断 如果你用这个诊断 就会完全改变你的态度 和你对许多事情的看法 因为撒旦喜欢在黑暗当中行事的 他不喜欢人知道他在做什么 或者他怎么样做工 因此他就千方百计的蒙蔽人的心 不让人知道 为什么撒旦要遮蔽十字架呢 不让人看见呢 我们可以举出三个原因来 那首先 这是知取神为救赎人类所有的预备的唯一的基础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别的根基了 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四节那说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神为全人类 包括了历史上任何阶段的人 成就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这一切都是借着十字架而成就的 但是我们知取旧恩是渐进的 不错 我们已经成圣 耶稣所做的是完全的 但是我们所得到的却是渐进的 我们可以渐渐的一步一步的去经历 首先是成圣 然后慢慢的与神一致 心思意念就学习效法神 依照他的指示去过我们在地的生活 逐步的成为主的形象 可是如果邪术潜入了 他就会淹没了十字架 这样虽然我们在身份上啊 已经是神的儿子了 但是实际上啊 我们却过得乞丐一般的生活 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 都是以十字架作为基础的 撒旦也知道啊 所以他就千方百计的去遮掩十字架 控制教会 好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十字架是击败撒旦的工具 耶稣记者十字架将撒旦完全的打败了 这是撒旦无可改变的事实啊 可是他可以用尽一切的方法去隐瞒这个事实 不让人知道 不让人活在得胜当中 因为我们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赢得了胜利了 好 十字架的第三个特点就是 十字架是真正基督徒生活的唯一的源头 我们可以反复的去引述登山宝训 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标准 但是 使我们有能力的活出这个标准的唯一的方式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带死 因为他的带死 对付了我们的旧人肉体 使他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保罗在加勒太书的第五章 二十四节那说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思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你看到了 除非你学会将十字架 应用在你肉体的本性上 对付它 致死它 否则的话 肉体就会管辖你了 在罗马书的第六章 第六节圣经说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 和他同定十字架 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这是十字架的预备 邪术让肉体的努力和律法的方式 取代十字架的大能 你定了十条规则 人们不愿意去遵守 于是你就定二十条规则 他们却遵守的更少了 那么你就定四十条规则了 但是定规则不能够使人正义 事实上就是 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 甚至所有的规则 但却根本不去遵守 回到规条中 是邪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啊 那么接着下来 我们要看看撒旦国度的 另外一项主要的工作 反映撒旦对神 对耶稣教会的敌对 我们下一个讲题就是 敌基督的灵 敌基督的灵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八节 经文说 小子们呢 如今是末时了 你们曾听见说 那敌基督的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 从此我们就知道 如今是末时了 那注意了 敌基督的灵的出现和工作 在末时来临之前 会更加的剧烈的 约翰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 经文说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我们的 若是属我们的 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他们出去 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我写信给你们 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 正是因你们知道 并且知道没有虚谎 是从真理出来的 谁是说谎的呢 不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你看到了 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敌基督的真正的含义 我们知道基督这个词的希腊文 其实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 那因此当我们说敌基督的时候 我们说指的就是敌弥赛亚 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他的意思了 敌这个字有两个含义 而两个都适用的 那第一 他的意思就是敌对反对了 首先他反对弥赛亚 第二 他的意思就是代替 敌基督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 以一个假的弥赛亚去取代真的弥赛亚 因此敌基督的作为有两个阶段 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会察觉到敌基督的灵 其实是十分活跃的 差不多每一个教会都有敌基督的工作 有人曾经说啊 我们的教会是很开放的 什么理论都可以容纳的 可以宣讲 人们可以在教会里头谈佛教道教 也可以谈柏拉图 或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基督徒领袖 很多人表示的很兴奋 很有兴趣 可是讲到基督的时候 大多数的兴致就减低了 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敌基督的工作 这是第一个阶段 就是将真的弥赛亚赶出了教会 但是我们要知道啊 这并不是撒旦最终的目的 他最终的目的是以假的弥赛亚 去取代真的弥赛亚 这也是我们要针对的内容了 撒旦的这种特别的行径和作为 只在宣讲耶稣的地方适用的 因为人如果从来没有听过耶稣 就不能反对他了 这跟邪教是不同的 邪术是属于整个堕落的人类 是堕落人类普遍的宗教 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仪式彰显 可是敌基督就不同了 敌基督只能在耶稣被传讲出来的地方显露的 人类必须在真假弥赛亚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神不排除假的一方是为了让人有选择的机会 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出正确的选择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我们继续来讲敌基督的灵 欢迎你下次按时间收听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